六根在六层经界里 学什么呢 练啊 练不起心 不懂你 怎么个练法 把这个世界看成是电视荧幕 睁开眼睛 我在看电视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就不会起心动你了 比如说真的 真的是假的 你再想想 他在我们这演出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个 频率怎么动 他怎么会是真的呢 那我们过去看电影 在我们面前的荧幕上的画面 一秒钟二十四个频率 二十四啊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是 一千六百兆啊 一千六百兆啊 舍苗中一万六千兆啊 一千六百兆啊 慢慢慢慢的 我们把这个看破了 这四十真相看出来了 对于这一切法不再留念了 你行善 我没动心 你造物我也没动心 决定不能动念头 那么先学 学不知诸 学不分别 这还是菩萨 管用 真正能够学到不执着 临终佛光铸照 把你提升了 提升到菩萨进去 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是抱着很近 换一句话说 你很快就能证得 除世带人皆无 用真诚心 我由于丝毫其评 烦恼无名稀奇要断掉 不要认真 无论是善 是我 都随它去吧 用一个慈悲心来对待 真诚的慈悲 没有分别的慈悲 行善 慈悲心对你 造物也是慈悲心对你 常常想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看到了样子 阿弥陀佛做什么个想法 阿弥陀佛没想法 一片慈悲 很有耐心 等你回头 什么时候能接受 佛就来实现 为你说法 就来度你 你不接受 佛不来 佛来了 你也不知道 佛总是不识众生 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 识众生的不是佛不受 阿弥陀佛会学习 众生太难度了 太麻烦了 他退休了 他不读你了 菩萨不会 阿弥陀佛 你 给他怎么样的难看 这母 他还是要度你 你不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 你不接受